哈囉大家好 那火石祭終於來到最終的階段了 那一樣是開放四個弓 但是這次比較特別 前面八個弓加上這最後四個 一共12個弓全部打完的話 他還會再加開一個教皇殿 而且老實說我覺得這次最終階段算是非常的佛心 他整體的難度不高 射手、摩羯、水瓶、雙魚 甚至連最後的教皇殿 沒有看關卡也能夠順利的通關 再來如果真的要說我覺得比較難的話 是雙魚弓的第二關 對 然後一到王關會有黑玫瑰以及淨消水珠 對雖然黑玫瑰可能你們覺得還好 但是如果你沒有消除的話 他的黑玫瑰會越來越多 然後其實到時候真的會很難轉租啦 你又不能消到水珠 然後你又要每回合補血 因為王是CD1嘛 那其實非常考驗玩家們的轉租技術 而且這一關其實也沒什麼訣竅 就像剛剛講的 他就是一個非常考驗手轉的關卡這樣子 再來這邊要提醒的話 是摩羯宮的第二關 因為當玩家來到王關的時候 那王的能力是強化盾 對那來到王關 那玩家們第一個就是想要爆發了嘛 但是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對當我開了爆發之後 對 對 好炸板 然後結果炸下來 竟然沒有強化珠 對雖然右下角也可以拉強化 但是就倍率會減少一點 對然後同時我現在是因為有攻擊力弱化的BUFF還在 所以我打他傷害也會變很癢 然後這一關他打你之後還會把你長上珠子左右邊風化 會更難轉珠 然後雖然這邊可以用魔的 但是風化實在是太麻煩了 所以通常拉都是等四回合過後 然後開子龍炸掉 不過建議是等他打你一下之後再炸掉喔 因為打完一下之後你子龍被打 還會有額外的增傷 然後這時候再開子龍 然後用右下角起手 這樣子的話還可以順便爆發這樣子 然後第二條血他是CD1打7000多 所以這邊如果你子龍開第一招 你被打1.5倍會死掉 所以你一定要想想說我開完之後 我一定要加龍克增加那個傷害 因為你沒有帶走的話可能就會很危險 不是很危險拉 你可能就是會死掉 所以這邊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那其實我們火石器這一次的難度整體來講 都不算高 也希望玩家能夠順利的通關 而且當玩家通關教皇殿的最後一關的時候 那還會再贈送一張雅典娜雙毛一張卡片喔 好那影片到這邊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